今年陆氏集团专家中我们公司给小太子策划五岁城的宴 哇 能跟陆氏集团合作 多少人梦寐以求啊 要是做得好 说不定咱们的奖金都能翻倍呢 废物罢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怎么了小朋友 有哪里受伤了吗 偷 小少爷 小少爷 你没事吧 小少爷 他是陆氏集团的小少爷 小姐 麻烦把小少爷交给我 姐姐 你带我回家吧 不是 我说我能回家 小少爷很喜欢小姐 那拜托小姐了 那 好吧 总裁 刚刚宝贝要打问过来说 少爷跟一个陌生女人回家了 什么女人 给我地址 你最近回来 不是我爸爸 还是这个人 给我自己 少爷跟一个陌生女人回家了 什么女人 给我地址 你好 我是陆浩晨 小宝的父亲 准备接小宝回去 听闻 陆氏集团陆浩晨 龙库寡情 一手遮天 今天居然亲自来我这寒酸的小窝 我不回去 不许无闹 你已经打扰别人一整天了 我要跟小西阿姨在一起 那我脾气也该有个限度 别仗着我宠你 就为所欲为 陈小姐 之后她让你跑 没事 那今晚小西阿姨就陪小宝了 走喽 睡觉去喽 看你这里没有多余的房间 我睡沙发就可以了 什么叫睡沙发就可以 不是只有小宝留下来吗 有问题 你可以先回去 小宝交给我 明早再来接走就可以了 委屈倒不至于 不过 陈小姐愿意份我一半床 那也是可以的 陆先生 你 小宝还没洗澡 可能要麻烦陈小姐一下 好 没问题 这真的是传闻中的尊贵高龙的总裁吗 怎么会做出这种举动 小西阿姨 好了吗 哎 好了 好了 我不能再想了 赶紧给小宝洗澡 嘿哟 乖乖睡觉 安 盖张被子吧 不然会着凉的 沙发 沙发有点小 可能睡得有点不舒服 没关系 这感觉 那我先去陪小宝睡了 晚安 刚刚我居然对一个认识不到一天的女人 有的感觉 有什么感觉 向我慢慢不曾更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